Hello,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司徒文俊 在我旁邊有台長梁錦祥先生 台長,今天回來你想先說說新聞還是先回答聽眾問題? 我想問問你先,你不要坐得那麼盡,你休息一下 好,沒問題,你放心,不過現在經營很困難 你做生意也好,你生活生存,譬如你公司生存,不要說只是個人 面對那個問題就是,史無前例的壓力這麼大 我想很多做生意的朋友,除了香港說說開不了 美容院、理髮店或者食店大受打擊之外 其實澳門也不好過,澳門經濟都很差,市面都很蕭蕭蕭在 其實各行各業都壓力很大,我的壓力雙倍 paycheck 因為澳門上 rond了中也有公司的,哪裏都是面對上 Ni 家家有本南面的經,剛才那個就要稍稍糾正你了 因為你剛才提到這個理髮店就停業了,明天開了,理髮店 那絕對是好事,我們認識很多都是一些髮型師 起碼他們有公開,另外不用每個陳皓嵐,不需要每個都說英雄 我立刻要趕去非法,真的很長 你先染他做紫色,再加一件紫色的外套,臉上白一點 可以拿影帝的了 好了,講回一些正經的事情,不過不是很正經的 為什麼呢?今天我們去做的時候也遲了一點 但是永遠遲有遲的好處就是這個林鄭月娥 她剛才開了記者會,照做 以前她很少神的做開記者會 但是這次開記者會有少許特別 第一件事,戴上口罩了,又好像染了髮 頭髮,由開始都看到白頭髮出來了 但是最爆的說話是什麼呢? 講講其他事情,就是現在那個全民強檢那裡 又退了,真是被他玩死了 所以退了之後大家都不知道 那些究竟是不是真的好像傳說中的3月26號 就強檢,制日 那有些的,我想是官方透露出來的 講話就是,你當是打一支長風那樣 就是打風,長時打風那樣 大哥,打風不是去到世日的 還有一個疑問,就是 如果你真的強檢,股市開不開呢? 那今天股市都相當之危的了 那看看什麼時候跌破二萬 那但是我經常都強調一件事 就是股市跌其實都不是一個最大的致命傷來的 因為股市有波動,最嚴重是樓價跌 樓價如果是暴跌的話 這個就是香港的經濟另一節的致命傷來的 那但是爲什麽扯到這麽遠呢? 而是講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那個特區政府的領導層 都給不了人的信心 就是這個不是一個短期的問題 可能你一兩次的危機 你處理不了 大家都覺得,就是犧牲一下 但是一個長期講的 持續兩年或者三年 或者幾年的一個這樣的管治危機 就是大家都會透過方法去保值 就是自己那個資產保值 那爲什麽我們會再講這件事 那它最爆的那句是什麽呢? 那現在網上也正在封存著 我想我們今晚的節目出的時候 那些人正在討論著這問題 就是說 假如大家見不到我的時候 就代表香港回復正常了 那它講這個說話有背景的 就是因爲它突然間它今天開始 逢禮拜三 就它會主持那個記者會 那它原因就是因為抗疫 但是事實上它在那個行政會議 召開之前它都會出來撥咪的 那爲什麽現在要走出來 去做一個這樣的記者會 是不是代表其他 譬如說這個下午那個 衛生署他們做的那個記者會 不夠了呢?還是怎樣呢? 就如果是說你現在處理那個問題是失當的 或者你根本解決不了那個問題 無論誰說都沒有意思的 無論誰說都不會令到大家有信心的 是吧? 但是它在一個會裡面就爆了它出來 如果大家見不到我的時候 就代表香港回復正常了 那這個說話有兩重解釋的 就因爲現在它在開這個記者會 就代表疫情很嚴重 所以它要出來每個星期三 都要跟市民交代 所以如果到了疫情是匯磨了 甚至是完全回復正常的時候 當然是沒有需要再出來開記者會 但是如果你聽下去的時候 不再開這個記者會代表正常 這個就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見不到它 就代表香港回復正常 這個是另外一層意思的 這個是話中有話的 所以如果我們去多心一點點 我們再去斷測的話 其實基本上它都是無心亂戰的了 就是都沒有什麼心機再去搞那些瓶爛攤子 那爲什麽這樣說法呢? 第一樣東西當然它現在很明顯 它沒有能力去駕駛現在這種危機 處理現在當前的復年 第二樣東西就是現在中國下來的專家 在這一點點譬如說 他們有零丹妙藥 減少確診 減少重症 減少死亡 那我想 喂 這些說話呢 不需要專家講的 我都講到 司徒民族都講到的 如果只是講的話 減少什麼什麼減少什麼 減少什麼 但是怎麽做法 另一樣減少呢? 就是你現在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每天下來的專家 教你做事了 你不懂做事了 就是變成整個特區政府 由上至下好像小孩子那樣 就是小學生 要個老師下來教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那當然市民自己心中有數 很簡單 譬如你有病 你在大灣區 一定是下來香港的醫院 我覺得到現在還是 遇上來香港的醫院 所以你說這種導致 這個問題呢 令到很多 就是 我想現在特區政府 裡面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官司 在心裏面都不是未然 就是 喂 好像搞到我是傻子 天天要下來 但是你又不是真的 給到什麼很精靜的建議我 你說這種空泛的東西 跟著我 就給你點個頭零零 其實你又不講清楚 應該怎麼做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處於一個很尷尬的局面 就是在北京裡面 他們對香港有一些的指令 我現在不管你怎麼好 你搞定它 你搞不定呢 那你就要負起它 所謂抗疫的主體責任 是不是 那何為搞定呢 何為動態清零 我們講了很多次 就是怎麼為之 是一個你心目中的標準呢 是不是 你如果用回這個 就是中國大陸裡面的情況 喂 你現在裡面都在爆的 你裡面都爆到在 就是今年以來 最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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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那是不是代表說 你真的 就是完全是 動態清零度呢 又似乎未必是 那你只要說 講到香港現在這個狀況 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 定下來那個大方向 都是錯了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沒有 不會有一個短期的效果 是會見到現在那個情況是改善的 除了你等慢慢這件事 這個疫情的感染率 就是等到人人都 很多人都感染了 就有自然抗體 這個就是所謂的群體面積 但是沒有人敢說 是吧 去到那個地步 就自然是 就是那個疫情會和 那你現在香港大學的推算 就是全香港有四百多萬人感染了 是吧 但是病的人一定是 就是有病徵的人一定是低過這個數目的 是吧 那會兒子就是有很多人感染了 其實她是如常生活的 是吧 我們大家要記住這種可能性 如果你說現在林鄭月娥有這樣的態度 是吧 那她出來做記者會那個代表了什麼呢 我們看看她其實她有講的裡面 講的東西有沒有實質的東西呢 那你發覺沒有的 就是除了你說感謝中央之外 其他其實很多東西都很模糊的 就是不是講得清楚的 但是有些東西就慢慢滲出來了 就是舉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醫院 就是現在今天報章的報道 可能納華總部都日前都報了 就是伊利三百醫院 就開始正 就是根據的報道就說 正是接收那個 就是這個肺炎的病人 是吧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一家醫院 它有本身那個建築的規格 比如說它有了多少的病房 多少的設施 是為了這個應付傳染病的 但是現在全世界不是只有傳染病 你有其他的實病 比如舉個例子 比如說Cancer 比如有老人科 有兒童科 有骨科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的 那是不是現在 如果醫院三百醫院 將它變成一個 就是只是收這些病 其他原有的病人 那你怎麼處理呢 他們如果說 就是只是 那如果這些病房 空出來給他們 那個病房 本身夠不夠規格去做這件事呢 因為有一件事 外面有很多誤解 就是你沒有想清楚 就是傳染病 有傳染病房的特別處理方法的 有傳染病房的特別隔離措施的 不是我擺一個 就是醫癌症的病房 我可以擺一個傳染病的病房 為什麼呢 因為傳染病會傳染給其他人 傳染給沒有病的人 所以如果你現在說 那個三百醫院 只是一間醫院用來撥離 是撥離去 專門應付這個 就是 肺炎的病人 那究竟這間醫院的規格 原有建築的規格 它是不是真的符合這件事 一定是 還是你 我不管 你現在 總之我塞了病人 不去前宿 你只會令到那個問題繼續惡化 好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 都要回應一下 比如說那個 那個支立醫院 他們不收那些 就是所謂不收這些 的 肺炎的病人 那個理由 那現在 就是淵聯盟那裡已經說了聲 他們現在真的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 不是純粹 因為說 就是他們自私 或者什麼 而是那個醫院本身的規格 和那個員工的訓練 根本還沒有足以應付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要應付傳染病 其實已經有一套另一套方法 不是隨便一個醫生 他都可以 即是適應到這個環境 舉個例子 譬如說 他怎樣清潔他的衣服 他怎樣去進入那個病房 完全有另一套規格 那你私立的醫院 其實他一直都不是 那個醫院的設計 不是應付這件事 是吧 還有那個病人 本身都不是這一類型的病人 就是試一下 大型的 大規模的傳染病 那你今天 私立醫院會不會收呢 其實他們一直都 都對這件事有一個規格 所以你突然間說是無厘頭 什麼都沒有準備 你叫他去收這些病人 就可能搞到連他們自己本身的醫院裡面 都出現爆發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剛才那個問題 其實很多朋友都是很純粹單從自己的直覺出發 就是你醫病就很簡單 我戴口罩戴那些什麼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 你只是戴一個N95的口罩 都不是 如果根據醫療人 就是前線醫療人員的規格 都不是好像你普通人 就這樣吸上去就算數 因為後面要包括一樣東西 就不要流氣 就是你戴的時候自己都要保持著 怎樣戴化才是真真正正的保護到 如果不是就戴了都出不了效果 所以就算在街上看到N95戴N95口罩的市民 其實自己戴得都不合規格的 但是這件事沒有人會跟你深究 或者沒有人會告訴你 因為為什麼時間不夠 資源不夠 只是留給那些醫護人員自己去執政 因為他們才有專業的知識 就是知道這件事 現在說來講的就是 你原本香港那個做事的規矩 那些點章制度 它自己本身有由來的 就不是隨隨隨隨說 我們一直盲目定一些很高 就是根本來很離地的這些標準去做事 其實根本就不是 因為這些標準定下來 例如建築為什麼要打這麼多裝 打這麼深 其實有它的理由在這裡 就不是你說這些東西多餘的 香港都沒有地震 我們打淺一點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做一件事的時候 不要忘記就是 我們原本有那個點章制度 是有它自己本身的理由 存在理由 另一個例子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年花清溫膠囊 原來那個人拖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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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去 現在到這個 那個註冊的程序都沒有完成 那這個何君堯就罵 你拖兩顆試一下 你拖完兩顆OK 那就照給市民 那個制度不是這樣的 它發現裡面那些 就是有什麼的成份在這裡 那些成份對人體的那個反應是怎樣 你今天吃了沒事 是不是代表你吃了之後沒有後遺症呢 不是的 就是正如疫苗問題一樣 到現在我們都要看回就是 那些這樣的 的釀瓦公司 其實它做出最初的實驗的時候 有很多問題他們要考究的 不是那麼簡單的 那麼好了 現在這個問題呢 我們用什麼去引證到就是 那個點章制度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這個方艙醫院 這個方艙醫院 現在你看到在清衣那裡 就是水浸的 水浸很簡單 很小事而已 大家現在不是當著有問題 我現在質疑一樣的就是 裡面那個空氣的調節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呢 對那個傳染病的隔離 那個能力有多少呢 是不是 另外當然還有一個造價問題 就是除了前幾天 阿斯徒文進在這裡提過 就在這個淘寶那裡找到 另外一樣的就是 抽你線 那些網民查過 就這樣買就是百零元而已 現在是買一千元一個 那這個數字怎麼會弄出來呢 這個是有一個疑問來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去做下去的時候 你是出現了很多很多問題出來 但是我們都不計較了 我們不計較了 這些數字再來才跟 現在你是怎樣處理當前這個問題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是有重病的人現在去不了醫院 在家裡出現一些個案就是 他得不到適當的醫療的照顧 但是在醫院裡面 或者隔離病這個百零病 可能那些人基本上就是走來走去 基本上他是困在那裡 那現在出現了嚴重的資源錯背問題 真的有事的人你去不了醫院 在醫院裡面的人 你又不敢讓他出來 是吧 隔離了的他可能是生歐歐 又是在那裡無所事事 那造成這個情況的 那你政府本身是要想一個 盡快想一個方法出來 去重分調節 就不是說上面有專家下來 搞什麼什麼 搞什麼什麼 然後你聽完 其實都不知道怎麼做 那現在出現了這個問題 那你去到這裡了 那些專家 譬如袁國勇 之前說了很多東西 但是現在近來 絕跡 就是你完全很少很少見到他出來說話 那是不是專家本身都失效呢 那你的特區政府 其實現在還有什麼人 真真正正正可以駕馭到現在的局面呢 就不是你林鄭月娥出來 去講一兩句 大家可以安靜到民心 你一天解釋 就是你一天講不清楚 就是那個全民強檢 那個實不實行 還有什麼時候實行呢 其實大家現在都在旁徨 就是你到那幾天怎麼搞呢 特別是有老人家 一些有長期病患 那怎麼搞呢 你股市開不開呢 你銀行開不開呢 這些全部你回不了 你回不了的話 其實你就一定要退後 所以現在你退後那個 就是我想是一個常識來的 就不是說 你現在就像西安那樣 在超級市場裡面的人 就是在賣東西 突然間我要封 我就全部超級市場的人給出來 就是香港人做不到這件事的 你做了之後呢 是會出現一個空前的信心危機來的 這個不是我們走去 去延遵定 而是你跟著你 就是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 那你現在封城都搞不定 不知道是不是以後 就是突然間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那我怎樣可以在這裡 就是安居狼田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大家都會問的問題來的 好了 現在你的特區政府 你忙到團團轉 但是這個保安局長鄧炳強 他又曬個戒時 就弄了一張一個記者會出來 就說跟俄羅斯進行了這個 就是完成了這個逃犯交易協議 是不是 那個疑問就是 俄羅斯有什麼逃犯來到香港呢 或者香港那邊有什麼人 會穿到俄羅斯 這個真的適合了 在現在這個處境裡 大家都在關心 究竟那個政府處理疫情的能力 是怎樣做一段這樣的事情出來 我們覺得是很搞笑的 不要說搞笑 就是很荒謬 但是這個情況也都顯示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你特區政府現在很緊貼 這個北京的外交的路向 譬如說對這個西方強硬 那你就出一些聲明 強烈譴責、堅決反對 那你以前跟俄羅斯朋友 那你就跟著 我們整個逃犯條例這樣的協議 就是引渡逃犯的協議 但是問題是你現在跟車太貼了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什麼呢 這個外交戰狼趙立堅 就是當他被問到俄羅斯是否 是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那他就含無其次 他說你不要再糾纏這些問題 那這個代表了什麼呢 就是其實中國現在在這個俄羅斯 和烏克蘭的問題上面 都搖擺不定 搖擺不定的原本就是很清晰的 就是中國和俄羅斯應該有一個特殊的關係 差在未建立這個中俄軍事同盟 但是去到現在發覺開始有問題 問題在於什麼呢 就不是俄羅斯侵略 烏克蘭是否正確 而是說這次的戰爭 引來很多後遺症 是中國都自己會承受到的那個後果 其中一個很明顯的就是糧食價格暴升 能源價格暴升 中國因為有人口的數量這麼大 其實自從改革開放之後 它的糧食和能源都是依靠輸入的 一旦如果全球的糧食和能源危機上 就是能源那個價格上升的話 中國本身都那個經濟成長 那個經濟增長都會受到嚴重的損害 因為一升勞動成本實在增加 還有如果那些東西貴的時候 當然這個形成了一個維穩的大危機 所以如果這場戰爭拖下去 中國自己本身都會發覺 對中國自己對這個管制是不利的 所以現在他們都為什麼會主動 就好像那時候那時候 木雄大師那樣的建議呢 木雄大師那樣的建議真的有意識 這個不是道不道德說誰是否對 因為如果你再打下去 中國自己都會出事 所以如果你現在特區證據跟得這麼貼 我們通用我們在香港說跟車太貼了 它連中國現在和俄羅斯的關係 都可能出現變化 就是因為被俄羅斯拖下水 都要保持距離 都要保持一定的行車距離 如果是這樣的 你簽了這條這樣的引渡協議 就不需要高調走出來拍一張照片 就是介紹什麼什麼的 這個問題其實 如果你用一個宏觀的角度去看 就是現在呢 其實特區政府應該是有一個 自己相應的一個管治的方向 以及自己去處理 用香港自己原有的制度去處理香港的問題 包括醫療加護防疫 甚至是這些協議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北京那個路向都可能隨時改變的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防疫的問題 可能再過一兩個月之後 它不是說動態清零的 可能用另一個方式說 用這個要病毒共存的 所以現在你自己出來 跟著這麼貼的話呢 你自己都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你當時那個轉的方向 你轉不及 所以你現在那個情況 就是你真的要坐下來 冷靜一點點去想 怎樣去處理現在香港這個 空前的危機 因為這個危機 不只是在防疫方面的 那個經濟方面 已經出現了一個這麼大的問題了 比如說你 這個全民檢疫再拖遲的話 那些人又繼續都不知道 就是繼續彷徨 繼續不知道那個方向是怎樣 你再拖下去的時候 很多企業 中小企業根本是反雲無術的 最重要當然剛才我也很強調 就是那個樓價了 你再下去的時候 那些人就開始要想 那個怎樣去移民 或者是暫時離開一下 那個樓價的承接一定是差的 那你再加上加息的話 這個局面是很難想像的 好了 那我今天也說了很長時間 文俊 剛才說那裡 你有什麼回應 就是那個特別的裝修那裡 那方艙醫院那裡 我是這樣看的 因為呢 它不是一個叫做長時間 永久性的建築 變相是一些叫做臨時建築物 甚至乎是一些叫做 用預設組件 即是一些膠板 相應的東西 好像砌LEGO那樣砌出來 然後在外面 再補一些地基 去做一些拉線 駁電線 或者駁電線 通常這些建築 出現那個問題 為什麼會漏水呢 就是因為那個裝嵌上 譬如說那些縫位 我昨天說過手工的重要 因為你裝就不只是把東西 撒起來這麼簡單 你要做一件事叫做Feed位 譬如你說我砌模型 其實你砌得好和不好 就是你砌得不好的 那些邊都掉出來 那些水口又不收 然後呢 你見到那些件 背得不好的 你不去補筆地 不去打磨 其實裝修和砌模型一樣 那所以呢 第一 只可以說 可能那個功夫 那些師傅的功 就還沒道家 那第二件事呢 那你如果這些環境呢 漏水滲水這些呢 其實除了本身 你見到那些角位 或者上面的頂 那些物料滲 其實就是因為它去不了水 去不了水 即便這樣 所以它是應該 因為它臨時性的建築 它沒有去做好一個去水和加固的東西 那通常你說處理這些情況的 那你譬如在天花上下手 譬如把上面去做防水層 譬如做兩層 那另外做一高一低 做回去水位 跟著譬如沿著那個建築物的外牆 慢慢滲下去 還是譬如拿一條道管 做一些水槽 倒一些水 這些是心機的東西 那就是叫做 我相信呢 就是你預料了 尤其是譬如說 我拿這些盒子來組裝的 那都會 不是出這些問題 都會出其他問題的了 好了 那至於你說 那個抽氣線 那為什麼百多元的東西 幾十元的東西 我佈上去一千元吧 那我可以分享 以前很多的賭場 裡面都有些賭廳 那賭廳可能他裝修 那間裝修公司 計算了 那報告就跟他說 哦 五十萬 那五十萬 到最後賭廳那張單 就會變成百多萬 百五萬 兩百萬 那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你發覺做完之後 那原來賭廳那個 那個第二把手 啊 什麼什麼總 他又要一些例事的 原來賭廳老闆 旁邊的女人 啊什麼姐 他又要一些的 跟著前面的賭廳經理 又要聰明一點點 那其實呢 現在呢 就是把這個 的文化 你套到不同地方 你就會解釋到 為什麼我們見這麼多 這麼過份的事情呢 那些這麼便宜的東西 又去到這樣 跟著另外 對一些香港公司 叫他們去做 又欠壓他們工錢呢 因為這套東西 就是其實 一直以來呢 這個商業社會 其中一樣 就是最常見的方式 好啦 那其次了 我們歸恩究底 我們講了這麼多日 那你呢 總結了呢 其實你都發覺呢 整個問題所在是什麼呢 尤其是你看到外交部啊 什麼啊 其實呢 他們呢 是有一個的模式 就是呢 如果是 而這套東西呢 我們是 以往是不會這樣的 我們接受不了的 那在以往呢 其實呢 培育出來的香港核心精神呢 就告訴你 所有事情呢 你要是按照清晰啦 仔細啦 還有合理性啦 還有呢 是有一個分類的 你的腦裡面呢 會分好了 例如很簡單 你不會去買化妝品的地方 然後覺得那些是護膚品 你可以化妝品當護膚品用 護膚品當化妝品用 你不會的嘛 然後其次 你不會去一個 賣電飯煲啊 賣七流煙機的地方 進去買相機的嘛 對吧 你會知道 雖然都是用電 電器和電子東西是兩樣東西來的 但是呢 你會發覺呢 現在呢 他們那個哲學是什麼呢 正如你問人 哎 你吃飯了沒有啊 人家回答你呢 正常就會回答你 還沒吃啊 一起吃啊 或者吃了啦 那是一個很正式 也是一個很明確的答覆的 中國的答法呢 就是呢 我跟你說一下 人類和食物的關係啊 我跟你說一下 食物 為什麼對人類這麼重要啊 其實 我想問你吃飯了嗎 或者 不用搞到什麼 是啊 所以你看到現在 為什麼外交部 那些去回答這些問題呢 原來就是他們對國際關係 對整個世界的時局 以至病毒 以至這個疫情 所有東西他們根本就掌握不了 也都呢 個個都拿不定主意 而拿得定主意的那個人呢 也都 哎 我有很多事情做的 很多事情忙的 正如你會發覺 其實忙呢 大家都有很多大忙人的 那為什麼 阿文進和台長每天都可以 穩定出到節目啊 甚至乎 阿文進為什麼做到這麼多節目啊 那因為你懂自己編排的東西啊 而不是 將所有東西 拿一堆 然後呢 整堆問題放在前面 你不去做一個實質的解決呢 然後喝著一杯咖啡 拋著腳趾呢 那就只會 哦 六節目啊 沒有時間啊 阿文進你過來 今天約了客戶 沒有時間啊 即是你會把所有東西 堆在一起 但做解決不了的 那如果你願意去解決呢 哪怕你那天做不完所有事情 例如十件事 你完成不到十件 最少你完成到五件 六件 那當然啦 那你表現得好 就完成了 例如好像 我基本上我每天都完成了 我所有任務的 那當然 譬如背後 可能台長一開始節目都說 你看著啊 你很累啊 很辛苦啊 即可能 我那個休息時間是差點 我可能飲食是差點 但是 起碼你自己是安排到 你會是疏理到的 現在最慘的是 無論是國內的專家 以至那些制地策略的人 以至是特首 全部人都是不懂得疏理的 那你對著一群不懂得疏理的人 你就打算再找些人來去指導他們 去捕捉他們 教他們怎麼疏理好這件事 結果那些人呢 因為在這個長期的文化浸淫下 其實就是沒有一個懂得做事 所以搞到不停的這樣 就瘋了 你最麻煩的是什麼呢 下面的人麻煩嘛 下面都是追求人士來的嘛 中國有說話都很對的 說這個話 一仗無能 一仗無能三軍遭殃 軍隊可以打的 但是你的帳碎本身不行的時候 但是你下面多厲害都沒有用嘛 所以現在我就在這裏 跟那些前線醫護人員去敷冤 我想他們壓力都很大 現在都病人很多投訴 很多complaint 是吧 我在網上看到 就是有個入院 就是整十幾個小時 就是整十幾十個小時 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不要去 前線的醫護人員呢 他們是怎樣怎樣 因為他們已經做到爆煲來 現在他們的精神壓力已經去到崩潰了 但是那個責任本身都是你上面的人去錯的方向 另外一個問題 剛才阿文進提到 就是那個外交部 為什麼現在那個說法這樣說 譬如說 有記者問你 現在這個 俄羅斯是否入侵這個 俄羅斯 按照計 其實這件事是黑白分明的 黑白分明的意思就是 你根據你自己的利益 根據你自己的價值觀去判斷這件事 就是不需要說答不了 不需要說你回家說不會糾纏下去 這個問題為什麼會出現呢 其實在以前我年紀比較大 我們也知道 即是六十年代的時候 七十年代的時候 其實中國外交部 這個水平是高於現在很多的 在於什麼呢 就不是他一樣東西都說得對 而是說 他每一件事的立場本身 都很清晰 因為他有一個分析的架構在那裡 以前因為有一個馬克思理論在那裡 我們分析那個世界的局勢 我們用這個架構去分析 一定有一個很明確的立場在那裡 儘管這個立場可能事後發覺 對話是錯的 他都說得很清晰的給你聽 所以以前再加上 譬如周恩來那類的政治人物 他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在那裡 所以他表達出來的是 既優雅 也都是能夠說得很清晰的一個立場 現在就反過來外交戰狼 趙立堅這類的 賣相已經差了 那個樣子已經督口督鼻了 你說話 根本就已經始終一個沒有文化 完全不是一個外交人才 你還要覺得這樣的戰狼的態度 好像那些小分行或者那些網民 都覺得自名得意 其實如果你比較上來 跟以前周恩來的那個年代 你真的相差十萬九千里 所以現在那個 譬如說答到這個問題 他不能夠答到的原因 是因為他已經喪失了一個分析的架構 你名義上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你根本到現在都還在說社會主義 但是你已經喪失了那種分析的國際事務 分析所有這些世界大小的一個理論框架 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可能將來阿蒙豪大師都可以就這件事 去講一講 因為他人生經驗也很豐富 見過很多這樣的事情 那至於台長的問題 你說吧 我講一個故事 打斷了你不好意思 司徒文俊經常都喝酒的 喝醉酒在街上遊蕩 然後就在街上休息 然後這件事就有人說 台長梁錦祥先生 他又是你兄弟 他又說跟你學業學那麼久 又是你學生 你欠不譴責他呢 那台長正常的 台長就說 我跟他熟悉 但是他這樣也不適合我 這樣也不適合我 很明確 我會罵醒他的 我會叫他以後不要這樣做 但是現在呢 是用一個什麼態度呢 哦 我呢 就是很反對人類喝醉酒 周間的 而司徒文俊喝醉酒 在那裡柯尿這件事 第一你有沒有實質證據 第二 那這個是一個個別事件 我是不會評論的 那另外第三呢 我們是絕對反對 因為這個是一個不文明的行為 不應該喝醉酒 應該去廁所 更甚至應該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那另外 想說說關於酒這一方面 那現在呢 其實就是這樣 是啊 整件事就是這樣而已 是啊 然後你會發覺 喂 梁先生 我想問一下你 其實我只是想問一下你 你對這件事看法 然後我回答你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煩我啊 哈哈 那就是這樣啊 是啊 我就真是建議你和蒙鴻大師做多一次 去比較一下這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去到文革高峰 那時候就是這麼亂 那時候外交的措辭 外交的表達能同現在做一個比較 蒙鴻大師一定做到的 那再說回剛才那個抽氣線的問題 醫管公有答的 醫管公有答的 就說呢 為什麼那些抽氣線這麼貴呢 就是因為大量的購截 還有要這麼急 喂 常識告訴我 大量的訂購 應該的價錢更便宜 不是更貴的 哈哈 阿文俊是不是 我那這些 就是怎麼說啊 就是正如你說 喂好像你賭廳 那張裝修單 被正常家賭大了四倍的 那有一天 我們要上市了 喂 你為什麼這條數這樣啊 那我一定解釋不了的 那我就推給那間裝修公司 那間裝修公司你推到過去 啊是啊 為什麼你那條數呢 會這樣這樣這樣 那我又堆一堆東西啊 又說 那個地磚呢 雖然就寫著深圳來的 其實呢 就是瑞士的工場 每一塊呢 就把它丟出來 那那個丟工呢 是 就和努力士是一樣的 然後 就是這樣吹 然後呢 去到最後就是說一句 那你要快啊 那正常我們裝修 是啊 快就要多貴 是啊 我們正常做一年的 你要求我一個月裝好啊 那你工資你一定要給的 喂不是啊 你裝修就算外面加 人家都是加個工 還是加三成的 為什麼 為什麼要那些材料 啊 你什麼居心啊 你現在問什麼啊 哎 哇 你現在想怎樣啊 你真的想說你們的手腳不乾淨啊 你現在想說會計有問題啊 就是你現在懷疑 懷疑老闆身邊有什麼事啊 是不是啊 不是這樣的文化啊 就是 司徒文進是一個呢 非常之沒有水準的主持 他只可以按一個呢 現實的情況呢 告訴你發生什麼事啊 哈哈哈哈 是啊 你剛才說的 但是 那個倍數不止 剛才你說的三四倍 現在到七八倍啊 大哥 喂你還問下去 哎不要問啊 我們一解釋 你把那個提出問題的人 先弄走 你用他的方法都好 是啊 沒有問題就 沒有人問就不會有問題 你記住 是啊 是啊 沒有人問就沒有問題 你馬上動態清零了那個人 是啊 是啊 那你有問題就解決了問題的人 那我都說的 喂你現在為什麼擔心 那個確診數目這麼多 你不疑就沒事了 你不疑就沒有這個數目了 是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大家怎麼樣呢 我們昨天已經說了 不疑 大家都健康 沒問題 是啊 不疑就沒事了 但是正經一點說 就是你現在這個局勢 看到林鄭和呢 就是我想他都是 沒什麼心機去處理這件事的了 就是 你叫到來就這樣做了 是不是 那你詐我贏 我就出來見記者會 是不是 反正其他人就沒有人肯握 你沒有人肯握 你沒有人肯握 譬如以前那份工呢 其實那個特首就未必一定 就是出得來這麼多的 是吧 很多東西都交給那個政務司司長 那你現在不是啊 個個隱形啊 是吧 鄧炳強就只是負責他那一份 是吧 那些就是保安的東西啊 那些全部呢 他就是視察方倉議員 李家超呢 咦 你真的不多見他的啊 是吧 那他在做什麼呢 是不是 就是專門去幫忙去做那個 是吧 是吧 現在整個政府都沒有空 現在只有林鄭沒有確診的嘛 是啊 那她一個人就做了 她是最勤力的員工來的嘛 其次呢 林鄭啊 我想的方法呢 怎樣可以令到你呢 一路呢 就是做下去不會那麼沒心機 還有呢 會讓人更加開心 更加喜悅 更加愛香港啊 就是呢 現在修憲 特首終身制 是 大謊了 他覺得他自己大謊的 總之就 那你剛才講的就是 喂 那現在究竟誰先揹飛 誰先出來揹飛 是不是 你現在不是整個團隊揹飛 你是隨便找一個 就是你是找林鄭月娥出來揹飛 那問題是他揹了多久呢 是吧 他現在這樣的態度 這樣的狀態 是吧 出來的 就是是廢造的 那我覺得呢 這個都反映到就是那個 所謂特首選舉的問題 就是 那個時間都不是距離太遠的 那就是 你現在那個 確診的數字呢 表面看是應該活落的 但是如果你從他身邊的人去看呢 就是感應的人呢 是越來越多的 那那個情況也都很個別的 一般來說呢 就是我們認識的呢 就他初頭那幾天呢 就的確是挺辛苦的 但是如果他休息一下 他可以 但是也都有個別的例子呢 就出現一個身體嚴重的問題 那這裡我們都希望那樣的就是 就是大家現在即使去到這樣的情況呢 都要盡量是 就是 真的保持社交距離 就是看一看那個 那個疫情穩定了下來 才再做一些正常的社交的活動 因為呢 你不知道那個如果感染了之後呢 你無論是精神壓力 或者其他事情 怎樣去處理 我們昨天都講過了 就有些老人家 因為那個感染了之後 就是自己那個精神壓力很大 所以就輕生了 那今天也都有一件事 就是一個三十歲的 應該是一個專業人士 那他就 因為攝影師 就因為失業 那那個財政問題的壓力 就令到他是自殺的 那這些情況呢 你現在在香港 我想是越來越多的了 甚至你會看到 有一些在地鐵裡面 或者在街道裡面 做一些異常的行為 那我們也不知道那些人是什麼人 但是呢 你看到那個 就是說大家在處於這樣的壓力膏裡面 他那個 那個 那個 如果持久地 就是整天是一個這樣的狀態之下 很多人都不能夠處理到 他日常的生活 就導致很多這些 行為的異常 那這個政府是應該很 就是他們要看 要明白這個事情 要不是說 你說一兩句簡單的口號 是解決到整個問題的 你一定要找到那個最大的根源 現在那個社會面臨的危機在哪裡 我們在這裡講過多次 現在社會最大的危機 其實就是在經濟方面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經濟什麼時候可以回復正常 甚至復甦 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精神壓力在這裡 這個精神壓力 如果你再遇到感染病 它是一個雙重打擊 政府應該首先 去照顧這個市民 在心理上的壓力 而不是說一些說一些簡單 大家都覺得沒有內容的口號 那這個政府應該立即去做這件事 好了 文俊 我們是不是有些觀眾的問題要問我們 當然是會有些問題 嗯 都要答一下 都是 但是你想想 你先回答一下 你回答你的那一條 因為我那一條我要看法 我自己回了一會 哈哈哈哈 我們觀眾的問題就是說 譬如說 現在那個情況出現了很多這些感染 最好的方法是怎樣去保障自己呢 第一件事就是傳聞隔離那裡 雖然現在那個消息很混亂 但是我覺得自己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心理的準備 就是在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首先要問回那個事情就是 你自己的家庭成員有多少 譬如如果你是單身 或者是獨居的 那你自己要想定就是那幾天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出不了街 那就是家裡應該有些什麼可以做準備 其中一樣東西是藥 另一樣東西就是食物 那再投意其他 譬如說 如果要進入那個隔離的時候 那裡面有些什麼提供給你呢 文書好像連Wi-Fi都沒有 我不知道啊 剛才你說的方艙醫院那裡 就是尺尺沒有Wi-Fi 因為現在大家要知道訊息的話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靠那個網上的通訊啦 那去到到期時又用了數據 又沒有電的話 那怎麼處理問題呢 所以自己要預先要做準備啦 還有對於那個方艙醫院裡面的那個狀態呢 大家就要有心的準備啦 當然大家不會預期住酒店的 大家都同樣沒有一樣的 但是說 譬如那些食物 你如果就是會不會吃了之後 你自己對那個腸胃 或者對自己的那個胃口 不會有影響呢 就是民處有些說 那些餐料不夠熱 那他們希望熱一點 又給不了 還有打電話的時候 很多時候回答不了你的問題 或者電話不通的 那這樣東西大家有心理準備的 但是如果你有心理準備之後呢 其實你面對這些問題就會輕重很多啦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一般常識的準備來的 不是有什麼高深學問的 好了 文聰 如果你那邊沒有問題 我們這一節先去完結了 就要整九個字了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講講那個烏克蘭最新的局勢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好的 拜拜 梁錦祥的飲食世界第一集跟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旺角女人街 一間叫火之神食店 好了 那這間食市呢 雖然地方小小的 那我就做足這個防疫措施的 那為什麼要做足呢 雖然我現在不戴口罩 但是室內便就只有我一個客人在這裡 那這間火之神呢 就是以這個和食和洋食Fusion 作為賣點的 那今天呢 老闆呢 就特別為我做了一道 我們就很受歡迎的菜式 那這個呢 就是海鮮湯 堅魚湯底的這個海鮮湯 那海鮮粥 那配些什麼呢 就是餃子 那另外一個小食呢 就是這個炸雞營 那我首先要試一試這個湯底先 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這個食相就未必好看 那大家看到一筆出來呢 有這個鮑鯪魚 哇 相當鮮味 再搭上這個餃子 嗯 嗯 應該不是吧 應該混合去試試看吧 哇 鮮味一流 這樣就不要怪我了 今天是飲食節目嘛 所以呢 就再做了這個 枝滑豉 大家不要怪我了 現在出人眼泡 但是都要對分 對分一匹 那這枝真是正的 好啊 火定 那接著呢 就試這個小食了 那這個呢 就是雞翼 那我們加一點這個沙律醬在上面 嗯 哇 裡面咬出來有汁的 好滑 好鮮味 那大家如果看過這個片呢 食史大同呢 引起你的食慾呢 就記得在六點之前 就不要六點之後 就來到這個旺角的女人街 火之神在食肆上 光顧一下 就幫這些食肆呢 去製造一個口碑 讓大家知道呢 其實香港有很多好吃的 多謝各位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思圖文俊頻道啊 大家好 我是思圖文俊 回到今天呢 我們繼續說一下 這個呢 金銀幣 那今天呢 就是這個呢 我最愛的 2012的熊貓金銀幣 上次跟大家說過 我有時間呢 我就會拿回 我一些 2012的 我最喜歡的 年份的熊貓金銀幣 出來 去跟大家拍片 今天呢 拿了部份而已 因為有很多 重複的 我懶得拿了 例如呢 我之前說過 這個熊貓2012呢 這個平級銀幣 我是買了很多的 也送了很多出去給朋友 那我隨手一拿 我這裡呢 都已經有三個了 你看到不同籤的 因為這些呢 我之前很久之前買下的 所以呢 你看到呢 Early Release 當時第一水 這個呢 亦都是不同籤 那分別 有熊貓 另外有長城 那我自己很喜歡建築物的 那所以呢 我也有選擇這個長城籤 那另外呢 這裡有兩個 這個是一盎司 的金幣 70分的 那MS70 那它呢 是一個抱住幣 那所以呢 它不是蒸著來計 拿到70分 都很難得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第一條影片 跟大家說過 這個半盎司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個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我自己呢 兩個我都很喜歡的 雖然呢 這個上次拍片 第一次拍片 69分 那其實我不覺得 這個69分 是有什麼明顯下癡的 真的沒有的 在我角度 其實69分和70分 兩隻都一樣 這麼漂亮 那最重要呢 是拿上手 要順心 好 那另外 說回來 這隻只有69分 那這隻呢 那這隻呢 就70分 那你看回 其實真的 兩隻 我真的完全分不到 有什麼瑕疵 看上去 兩隻都這麼漂亮 那這些當然 我都說過了 69分和70分 就是要用這個放大 5-15倍的顯微鏡去看 都沒有瑕疵 那它就是完美中的完美 因為69分是完美 來的 70分就是完美中的完美 沒有得最好的 那這個是一對的 你也看到了 7號、8號 一對的 兩隻都很喜歡 那我說過了 那我就... 那我也有個習慣 每年可以的話 我都會買過的金幣 送給自己 那... 今年就是這個 半盎司 那另外呢 去年那隻呢 我應該要再拿出來 在保險箱裡 那這隻呢 2012年呢 真的很漂亮 2012年 它的圖案 整個畫面 我覺得真的 真是像熊貓一樣的 這個是最漂亮的 我非常非常欣賞 喜歡 後面 標誌性 有這個天壇 天壇 天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我很小時候 跟家人去過 天壇很棒 真的很漂亮 建築 這樣呢 上次跟大家說過了 金幣和銀幣 大家都是一盎司 但是呢 大小是不同的 金幣呢 就算是一盎司 也好 會小一點 還有感覺上 是聚首一點的 因為金幣是重的 那銀幣呢 當然可以更加好 去看到整個畫面 你看到 雖然是抱住幣 但是呢 它的畫面呢 你看到 這些線條 其實很清晰的 很清晰的 而且它雖然是抱住 其實呢 它已經是 上面你都看到 它有些工藝 因為始終 紅貓金幣呢 是太過出名的 而且代表著中國 的代表性太強了 那麼 紅貓本身也是一個 代表性的動物 那這些呢 我們可以說 角水 是有一個 國家代表性 很重的東西 它就算是抱住 它都落足心機 那 畢竟是抱住 那其實呢 你看到坊間 你看到的分數 69 68 67 甚至低65 64 都有的 因為真的抱住 你要去拿70 我講過的 你是要 真是 很難得的 因為你抱住 理論上 就不會有太多人為的加工 你不一樣的 精住幣 精住幣呢 它真的 可能有紀念性 各類型的東西 也都精住幣價錢 是抱住的 分分鐘 可能現在有時候 是兩倍三倍 甚至乎 即是更高 那麼它一定的 駐幣師 在幣出來之後 它會去對 如果幣真的太差 引到 歪來歪來歪去 不對 它是不要的 放棄的 融掉它 這樣就不要了 那麼如果 那個幣沒有問題 它們都會用人手 去收拾 甚至乎 會看完 鏡面位 看看旁邊的無線 有沒有分叉 會很用心去做 所以 在收藏上的角度 精住幣 真的是一流 這是一流的 精住幣 我自己也很喜歡 但是 拿分上面的層面 普住幣拿分 和精住幣拿分 同樣 大家拿70 普住幣是難很多 很多很多 今天就專程 拿回 金的熊貓 給大家看看 還有這隻 70分 銀的熊貓 給大家看看 2012 真的很喜歡 坊間 你們看到 很多時候 這隻熊貓 旁邊 都會有一個 圈 都是2012 會有其他英文字 是什麼 我下段影片 下次跟你們說 記得支持我們頻道 多點關注 支持一下 亦都 多點訂閱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條片見 大家記得訂閱 和支持司徒文進頻道 是 鈦 這一度 我你會知道 是 什麼聲音 是 醉 二 一 開始就開始的啦 所以不需要等個內的 是吧 但是你說了 這環境出了霞營 就是戴面罩的 最慘就是這樣 是啊 沒辦法啦 想聽神秘之夜 記得支持梁錦祥頻道 謝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